歡迎收看今天的星期二頻道台灣新聞 今天台灣回暖了 可以穿短衣服 不過晚上又不好 晚上開始變回冷 說完好像沒說 今天說說台灣的一些新聞 台灣最近又有一些跟國民黨的新聞 還沒好起來 紅秀柱 大家都知道紅秀柱 可能大家不知道 是國民黨的大姐 現在由於外面擦國這麼亂 搞到兩岸問題成為台灣焦點 國民黨前主席紅秀柱就說 民進黨天天都在挑釁人家 還說投給蔡英文的817萬票 都是不用腦的人 國民黨的立委吳思懷 大家找一下他 光頭 大家看看 批評南韓總統候選人 挑釁中國 突然間這麼關心中國的國民黨 現在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說 俄國迫害和平侵略烏國 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國家都要同聲譴責 給予制裁 台灣是最自由民主國家 對於批評被害者反抗的不當言論 蘇貞昌表示 我們台灣都覺得會被人民唾棄 即是說國民黨 因為南韓總統候選人 當選人錫 蘇貞昌表態 親美親日 對大陸來說都是一種挑釁 因為紅壽署是這樣說的 蘇貞昌就說 現在外面七國那麼亂 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國家都會譴責 以及對烏克蘭給予幫助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雜誌經濟學人評鑑 台灣民主自由是亞洲第一 對於散播不准弱勢者武裝 批評被害者反抗的不當言論 即是說國民黨 他們是會被人民唾棄的 蘇貞昌就說 為中國以武力擴張迫害和平贊同發聲 甚至乎他們同一個鼻孔出氣 都不是台灣主流的民意 對台灣都不好 即是現在國民黨又在幫中國舔鞋底 舔? 政治舔 關於台灣 人在旁邊吃煙 不要啊 現在的氣館不是太好 現在外面七國這麼亂 國際都對俄國嚴厲制裁 現在俄國政府對於對俄國和俄國企業公民 採取不友善國家名單 台灣都在裡面 近日網絡 網絡流傳這個國家 言以報復台灣的消息 可能會影響台灣當地的台商和當地留在俄羅斯的台灣學生 對此外交部長吳超滅就說 這是典型假訊息 所以外交部也有做這個說明 也有報警 因為網絡上流傳一則 就是普丁大帝 準備修理台灣 華航長榮 閃失慘重鳥的消息 表示俄羅斯正在研究 報復台灣 關閉台灣駐俄羅斯代表處 影響當地學習的經商活動 原來這是假訊息 不知道哪個國家發出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現在外交部就說 現在台灣駐俄羅斯代表處仍然正常運作 在美國還未接獲女居俄國的台商和留學生 和其他台灣人的化英生活受到影響 所以說又有些人出來就開始襯亂 說說今天這些社會新聞分享一則 在台北市有個七十多歲的阿伯 平時到中正區有一間體育中心 即是健身運動 自我訓練很厲害 七十多歲做健身 日前去一個蛙艇機做運動 蛙到蛙到一半的時候 被另外一名姓鄧的教練問 還要多久啊 即是說他手腳慢阻礙著 那個教練都要用 姓陳的阿伯 當時就表示 我要再做多一次 做多一輪 姓鄧的教練就在旁邊等 即是在公園旁邊等千秋 親著阿伯 微微起身的時候 立刻坐上蛙艇機 即是教練 即是那個阿伯 只是屁股離開了蛙艇機 教練就坐下去 時候頂到的陳姓阿伯 阿伯 阿伯告對方強制罪 表示當時他用螺柔頂開他的身軀 令他無法繼續使用器材 台北地檢署 就看回閉路電視英文 原來姓鄧的教練是在阿伯 阿伯起身的時候坐下去 就不構成強制罪 原來姓鄧的教練相當不滿意 很不容易才發現 姓陳的阿伯起身 然後馬上以信來不及掩耳的速度 數一數坐下去 那阿伯 阿伯當場傻眼 他想搶回頭 即是兩個小朋友打架 不過搞到姓鄧的教練 用結實的屁股頂開 畫面非常有趣 搞到阿伯認為他防禦 他使用健身器材 激到要告他 台北地檢署開庭就說 當日看回閉路電視的畫面 發現姓鄧的教練坐下的時候 姓陳的阿伯已經站起來離開 所以不構成強制罪 另外姓鄧的教練強調 這是運動中心的命運規定 不可以長時間霸佔器材 當時也有請工作人員協調 不過姓陳的阿伯不願配合 所以警方開庭之後 就不起訴過年輕的教練 畫面真的好像小朋友爭千秋 好笑 好啦 今天的星期二頻道到這裡 多謝各位 拜拜